黎明搞和宋慧乔的婚纱照突然被曝光,引起了网络社区的轰动。 在与宋仲基离婚后,宋慧乔成为了KBiz中被受瞩目的单身女明星。 最近,这位女演员不断被与男演员黎明搞联系在一起。 尽管两人尚未共同出演电影,但他们因为外表过于完美且都是韩国的著名明星,仍然受到了粉丝们的热烈推崇和期待。 最近,网民们被一张黎明搞和宋慧乔的婚纱照搅得坐立不安。 这张照片以红色为主色调,婚纱被设计得非常精细。 然而,网民们很快就认出了这实际上只是一张Photoshop合成的照片。 婚纱袍还被评论为类似于中国的婚礼服。 似乎是因为太期待宋慧乔和黎明搞的合作或约会,所以粉丝们就制作了这张照片。 这让很多粉丝非常高兴。 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人表示这是一种有点不尊重宋慧乔和黎明搞的行为。 两位明星本人也不想被过度地联系在一起。 此前,宋慧乔和黎明搞曾在国外的一个活动中引起了网络社区的轰动。 他们被安排坐在一起,这两位备受瞩目的韩国明星因为外貌和气质过于出众而让粉丝们赞叹不已。 宋慧乔和黎明搞亲密的合照的瞬间更让粉丝们更加热情地推崇这对情侣。 目前,有很多粉丝表示希望看到宋慧乔和黎明搞在未来的某个电影项目中合作。 然而,由于两位明星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互动动作,因此这种可能性被认为不太高。 个人认为,网络社区对宋慧乔和黎明搞的喜爱是值得尊重的。 这种联想行为并不仅仅存在于他们身上,也存在于许多其他著名情侣身上。 此外,宋慧乔和黎明搞现在都是单身,因此更容易被粉丝们热情地联系在。